我国今天新增6起本土传播病例 全部都是社区感染病例 当中有5个人和早前的确诊病例有关 已经被隔离 而另外还有1个人暂无关联 卫生部说 本地今天再添20起冠病确诊例 当中客宫宿舍没有出现新的病例 新增的14起输入型病例 在入境时已经接获居家通知或被隔离 当中12个人为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我国目前累计病例62196起